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我们很高兴请到多华会的Christine Leung 来介绍一个比较新的计划 叫做同心志愿计划 叫做Making Connection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Project Christine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可否简单地说一说 或者说一说多华会是什么 你肯多华会是什么 好 或者差一点时间 来介绍我们多华会 我们多华会是一间非贸易机构 在社区发放一些多元化的活动 给有需要的人士服务了超过三十年 是 很久 几乎老过我 不会 我们其实那个服务宗旨 是希望帮助一些新移民 尤其是华人 早日是融入加拿大的社会文化里面 还有可以维持一贯的中国文化传统 我们都说会由于社区的需要 新移民的需要 我们都会提供不同的服务方案 比如好像一个新移民来到加拿大 他会面对很多问题 比如安居、就业、托儿服务 我们的资深葡萄部就可以帮助这些新移民 在生活上的困难 好了 可能或者新移民来到他有一些言议的障碍 我们教育部的英文班 新移民班就可以提高他们英语的水平 我在这里特别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拼班 我们的拼班其实是有一个托儿的服务 那变成是可以方便新移民他们可以 即是有小朋友 是的 又想他们加上去学英文 是的 居然托儿 是的 新移民来到加拿大 他都会经过不同的阶段 没错 就业的阶段解决了 安居又安定了 那语言水平又达到一定的水平了 那他可能就会觉得 那就没问题了 是的 但是有些人就会说 我应不应该走出这个社区 帮助有需要的人呢 或者有将自己曾经移民的经历和别人分享 那我们社区发展部是有一个义工的培训 都提供很多义工的机会 给一些新移民可以 扩阔他们的圈子 做人做己 是的 那我们也会有很多兴趣班 可以提高新移民的生活技能 那我们也有一些亲子服务中心 就可以教育的生意 和关于育肤知识 就是想到服务又想到多华会了 是的 那另外一样东西想提一下呢 就是说 我们多华会都会根据社区一些特别的问题 或者是需要 就会提出一些特别的方案 就好像我今天想和大家介绍的同心志计计计 同心志计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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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计计 那我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好啊 其实什么叫同心志计计计计 其实是关注儿童心志健康发展计计计 那我们讲一个心志 其实是指哪几方面呢 那我们是指儿童在她的成长阶段 她的那个人制 社交 和她的情绪行为上的健康发展 中国人有句古话就是说 天生天养 就是我给她饭吃 给她读 那原来还有这么多东西要注意的 是啊是啊 如果不注意有什么烦恼果呢 譬如 在我未提到一个方案的重点之前 我想介绍一下就是说 我们今次的同心志计计计 是和约克区一个主流的机构 叫做Full Hills儿童及家庭服务中心 联合举办的 那或者我都花了一点时间介绍一下 好 Full Hills儿童 那其实她都是 这个不是那个时间 OK 小小小小 不要紧 那就是她也是一间专为儿童 因为在刚才我所说的 社交和营制 情绪行为上的问题 而提供一些援助 也是一间非牟利的机构 那刚才你都提到说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就说 天生天养 我们需要不需要注重那么多的问题 那其实是要注重的 那我们很多时候就说 我们尤其是在加拿大 我们很多新移民来到 他们会面对很多冲击的 包括她那个文化的差异 那我们因为今天主要讲 我们那个儿童心志健康的问题 那我们在那个管教上面 都可能很有差异的 是啊 那我们会发觉 为什么儿童心理上面会有问题呢 就是说 由于那个管教不妥当 但是在儿童成长的过程里面 是哪一个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去教育的子女呢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家庭 是我们的父母 是的 没错 那还有就是说 小朋友 在她那个成长阶段 她第一个交際场所是什么呢 就是家庭 那她第一个接触的人际关系 是什么人呢 那就是父母 所以家庭和父母呢 其实在那个儿童心理健康发展 在那个儿童心理健康发展 成长的时间 成长的时间 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所以呢 我们是会特别的 注重家庭的教育 那我们推出这个计划 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可以介绍到家长和家庭 是提高他们更加了摆 明白什么叫儿童心志健康发展 和对儿童的重要性 刚才我都说过就是说 父母和家庭 是担当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会不会是一个模范的角色 其实会不会是 就是以往我们的中心人说 你父母要做得正的 那些子女就会跟随 但是你说的可能是多些 不单止说 父母要有一个好的榜样 父母可能要 关心子女成长 因为刚才你提过就是 不同角度 从亚洲来到加拿大 不同文化 可能儿童心志成长的环境 因素都不同 我想可能在教养方面 都会有些少不同 譬如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章 是一个祖父母 带着她一个孙子 去一些主流 或者是我们的社区中心 那里去玩 一个叫儿童的program 那我就会发觉 他说 为何在加拿大来说 为何那些小朋友 可以这么自由 就是我们叫做free play 他可以四周围这样玩 或者是没有人有监管 监管 不会跟着他 是的 而是我们中国人 对于管教也是会很严的 是 不要做什么 是的 其实对于她健康的成长 是会产生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来说 我们那个管教的方式 会是怎样呢 就是说 是没有一套可以说 很完整 或者是经过 很框框的标准 是的 或者是经过一些科学的鑑证 或者一些我们叫做research 去探讨 但是我们怎样得到这些育儿的知识呢 就是说 跟我们的父母那里传回来 一代传一代 那我们有没有提出过一些问题呢 那变了我们会觉得 你也不敢问 是的 那我们觉得这一套是好的 那我们就跟着下去了 但是在西方那一套 可能是有少少不同 散敌一点点 是的 那我们譬如 我们会交回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那个社会 也会 也会 也是个人 另外一样 就是说 有少少分别的就是说 刚才你说过一个模组的问题 对不对 那有时候 我都很想举一个例子 关于管教上的问题就是说 譬如有一个家长 他本身是一个音乐家 是的 他很希望他那个小朋友 将来都成为一个音乐家 那他就会很希望 自小就教他弹钢琴 或者是做一些角雷龄的音乐 那如果我们学音乐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那小朋友 他应该是会很专注 很专心 或者很有耐性 是的 但是譬如如果他那个小朋友 他不是一个那么专注 那么有耐性的人 他是一个很脱弱 他是坐不定的人 可能他喜欢姚明多一点 是的 那你会怎样教那个小朋友呢 那个家长可能就说 我就是我的期望 加在一个小朋友身上 是的 那他就说 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冲突 但是我们 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 我们希望 是顺着小朋友的性格 去教他 哦 譬如他本身是很活跃的 他喜欢活动的 他很喜欢打球类的 就给他打球类 在他自己的个人成长里面 都会有所帮助 但是刚才 有点问题 就是 小朋友出世白痴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游戏 或者为什么喜欢文静 看书的话 可能就是他的生长环境 是的 或者他接触到的事物 嗯 那令到他可能会产生 那方面的兴趣 嗯 那如果譬如你刚才说 如果我是一个音乐家父亲 可能我就说 我从小到大 都会听穆扎特 听Classic 那我应该会是音乐家 是的 那变成了 就是会不会是有一个这样的影响 那首先我再说上去 嗯 那其实有没有一些数据 或者有没有一些调查 显示到就是说 如果家长 就是neglect了儿童 甚至健康发展的话 那有什么影响呢 嗯 那我们刚才你投到的税据问题 我想我也想在这里提出 我自己有一些 我们会看到一些调查 没错 那就是根据在2003年 那我们加拿大安达内省一个统计 就关于就是说 在19岁以下的青少年 就每五个里面 有一个已经是 就是产生了一个 就是儿童心理上有问题的了 嗯 而政府的资源呢 在帮助解决这些 儿童心理有问题的问题上 是只可以在三个里面 帮到半个都不够 哦 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其实这个问题 三个不可以帮到半个都不够 都不够 就是十几个声而已 就是帮到 是很低的 那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原来这个问题 都有它的关注性在那里 那我刚才也说过就是说 很多儿童心理有问题 是沿着管教有关 还有也是很小时候 已经小朋友是面对这些挑战 而是我们是不知道的 譬如好像 原来小朋友都会有压力的 是 都会有情绪的 没错 人家都会说 人家都会有情绪 对了 那他说不是大人才有的吗 那其实都不是 那这个情绪和行为 都是属于儿童心智的问题 健康的一个关注性 刚才你说过 如果譬如小朋友 有一个儿童心智 健康有问题 那会有什么后果出现 或者有什么行为上的问题 如果儿童心智上 有些行为 其实他有些病症 譬如呢 有些精兆 有一个很普遍就是说 他会是离群 OK 他不会说很合群 另外一个 就会发觉 他的学业成绩会很差 他突然间 平时可能也挺好的 突然间要见家长 说 为什么成绩会这么差 另外有一样 就是说 他可能会有一个尖念 一些被毒品 都会有 可能他会和社会的关系 或者有些脱节 疏离 疏离 这些都是一些 一些小小的 精状 就是那个问题 我也可以提到 比如我们 德华会 我们同心智计计划里面 都会有一些关于 譬如 精状精士的资料 譬如 一些观众 有兴趣的话 可以有个查看 查看 查看 会不会是接近于 那个边缘 是的 那些家长就有了 这个计划呢 其实这个计划 他说是想 很多义工帮助 很多家庭 是的 是的 我们因为呢 其实都希望就是说 提高家长 就是更加了解 什么叫儿童心智健康 以及教育家庭 和家长 那我们很需要 一班 就是 义工的队伍 加入的行业 可以共同 是 一起做这件事 嗯 那我们其实都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 就是数量在那里 那其实我们现在 已经开始 就是招募这个义工 义工 那反应都很好 是 反应都很好 那我们呢 就是 会安排这些义工 给一些培训他们 接受培训 是的 那这些培训多久 培训什么内容 我们会有一个指标 在那里 就是比如有一个时间 会是多少 这样 几个小时的培训 是的 几个小时的培训 那我们就会 就是教他一些 关于 什么叫做 儿童心智健康 好 刚才我提到一些 譬如 他的那些 症状症兆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有些 新人民来到家庭的时候 他发觉那个小朋友 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他不敢去承认 第二个反应就是说 他承认 他想寻求帮助 而是他不知道 如何去寻求帮助 可以是 言语上的一个关系 可以是人生路不熟 新环境 那我们都会介绍一些资源 给我们的义工 没错 当那个义工和这个家长 是有交流的时候 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义工可以 有适当的资料提供 是的 提供的资料 它变成可以有一个 途径 去寻求一个帮助 就是说做人做的 那你这个计划 打算帮助多少个家庭 或者帮助多少个父母 我们希望在我们整个计划 可以帮助到 或者是 一百个家庭 一百个家庭 是的 那你今次 就是找义工 是找多少人到大会 我们的目标就是 二十个 二十个 那他有没有什么 语言的需求 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 刚才说过 我们都说 其实那个服务对象 都是所有罪悦的人士 对 但是我们主要 今次主要就是 由坏人开始 是坏人开始 是 那我们都希望 那些义工可以 懂得说中文 例如说 广东话 或者是 普通话 是 那如果 他能够懂英文 会更加好 那因为我们很多 那个教材 那个资料 都是英文 那如果他能够 英文 有一定的水平的时候 帮助他更加了解 那个教材 嗯 那那个培训是 有多长时间 呃 我们 即是你培训完之后 那有班 培训了的义工 是 去帮助这些 就是一百个 一百个家庭 是怎样 达致这个 这些计划 其实 我都可以说一下 就是说 我们其实那个培训 那个形式会是怎样 就是我们那个 工作 那个形式 会是怎样 那我们就会 觉得会是 在实习 和理论一起 交替进行 一个挺好的方案 就是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提供 一个 session 至两个session 给我们的义工 那之后呢 我就会 希望安排那些义工 可以直接 和那些家长 一起交流 那之后呢 可能又再安排 一两节的session 给那些义工 跟着又再 跟那些家长 一起交流 那我们希望 他 根据 那个 合作 根据 那个实践 和学习 是可以拆出一些火花 你说这个计划 是帮助 父母 和家庭 那是 就是说 那些父母 如果发觉 我可能 对那些子女 那个心智健康 不是那么了解 那就可以参加这个计划 成为一个 就是受助者 其实我们 其中一个活动 就是说 我们每月 都会有一个 家长 私食小组 的 那是通过 那个 家长 私食小组 那我们每一个 里面都会有一个 主题 那个主题 都是环绕 一些 譬如 管教的方式 一些育儿 那个方案 或者一些 刚才说过 我们和心智的那些行为 那个象征 会是怎么样 或者 小朋友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处理 或者有些什么社区 有什么资源 是可以帮到他们 那我们是通过 这些活动 是希望 带这个讯息 给家长 而家长 都希望 在通过 互相交流里面 是分享一些心得 和分享一些经验 和可以达到 互相支持 那个精神 好 非常之好 那这个 同心志建计划 就是 现在已经 开始进入 训练阶段 嗯 如果大家对这个计划 或者多华会 有些查询 对社区服务资源 有些明白 多华会的电话 其实我们本身 多华会的电话 有一个网址 我们有 刚才我所说的服务 包括我的同心志建计划 是 www.tccsa.on.ca 我们同心志建计划的电话 就是 905-948-0722 我姓蓝 我叫Christine 是 那就欢迎 譬如任何家长 对我们那个 计划有些什么 或者想参加 查询 或者是 家长支持小祖 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好 好 多谢Christine 今天就听你说了 我也学了很多东西 不要这么说 多谢大家收看多人的网上电视 希望又带过大家 就是关于社区的资讯给大家 多谢 请不吝点赞 突兰 明天 有些人 有点 当天 可 有点 它 特兰 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